那個表單我講過由外而內 所以第一個表單先把它改 改一下什麼呢 改一下它的那個名幾個 包含就是說 Name改一下 如果沒改的話就User Phone 1 那第二個Caption 成績系統 這個Caption呢實際上就是 改完改這裡 然後再來就是第四字步 那個back color 其他的屬性如果你想要試沒關係 因為這個屬性都是英文名稱 那只是說它的外觀什麼去改 那不是每個都用得到 但是有時候用拆的也可以拆得出來 它有什麼用途 另外的話前面這個東西 這個名稱你可以複製貼上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要複製貼上一定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有同學是游標往這邊選 Ctrl C的 那游標還在這裡喔 你如果把它切到V9 Basic 你會發現奇怪 哇壞掉了 為什麼 因為游標還在這邊 你記得要取消或者點這邊一下 你這個時候才可以切得過來喔 不然的話 你會發現奇怪怎麼卡住了喔 好像常常發生 就是有這種情況喔 好 其他我想應該都還OK啦 然後這個文字方塊 它的Name就是Texbox1 這是2 3 4 盡量用那個1234的順序啦 因為如果順序不對的話 程式我寫的可能會跟你們不一樣喔 以前也有同學那個順序亂掉了 盡量還是1234 這樣你按Enter 它會幫你下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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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沒有1234 它會變成亂跳 同學那個順序不對 所以盡量是1234 然後這個是C針 那再來的話 我們要寫一個程式 這個程式的邏輯很簡單 點檔一下 程式寫在這裡 那那個Button 叫CommitButton1 它會被觸發去Click Click是一個事件 當它被什麼 被Click的時候 那就寫程式啦 那程式等一下再講 我們先要做一件事就是 讓它啟動起來 那怎麼啟動它呢 很簡單 點一下表單有沒有 上面執行 這樣啟動起來了 有沒有 表單就出現囉 這個時候可以填 當然可以填 你可以填資料 然後可以填成績 Enter有沒有 都可以沒問題 但是你按新增它 其實沒有work 因為裡面沒寫程式 那 可是問題來了 現在呢 你要啟動它 你想啟動在這邊啟動 可是未來如果說 你要讓別人輸入的話 你不能說 請你到底做Base 上面有一個 啟動 你把它啟動一下 它就可以輸入囉 我想應該很多人 都不會啟動了 那怎麼辦呢 這時候當然 你需要一個按鈕 在哪邊呢 可能在這個下面 多一個按鈕 那個按鈕的話 也許叫啟動那個表單 或啟動成績系統 之類的 反正你就需要一個按鈕 按一下它 那一個表單 就秀出來了 可是問題 怎麼做按鈕呢 做按鈕前面講過 你可以在模組裡面 我放在哪一個模組 比較好 反正就放模組 放框線這邊 那插入一個程序 程序名稱呢 我要啟動那個表單 所以程序叫啟動表單 所以你就啟動 好 表單 好 Enter 那按鈕是Sub 按確定 那那個 那個物件名稱 叫做Home 所以請在這邊打個Home 如果你沒改的話 如果原來在Use Home 1 你只打Use Home 1 也可以 點Show 點下去會有清單出來 點Show Show Show的話就顯示 那如果要關的話叫High High有沒有 不是那個Hi 遺藏那個 High的這個 所以你可以開啟 也可以關閉 OK 關閉的話 或者是要離開啦 比如你一個按鈕離開 那就Home.High的 就會把它關閉起來 好 那我們把它Show出來的話 就是Home.Show SH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有一個Sub 叫做啟動表單 Home.Show 然後把這個按鈕複製 貼一下在下面 貼上之後 按右鍵再去修改它的序期 這個叫啟動表單 啟動表單 啟動表單有沒有 然後把啟動表單名稱呢 稍微改一下 所以你把它這邊修改 貼上好了 把它貼下去 按下去會哪 Home.Show Home.Show OK 好就Show出來了 如果它關怎麼關 這邊有關 或者你可以在這邊多一個按鈕 就是 可能就Home.High 按下去 不過我覺得這邊有XX的 就不用多仔細取 OK 關閉對不對 啟動 Home.Show 但是 之前有同學會問說 如果你 按下去才啟動 那可是有些使用者 他就是找不到按鈕 那你如果希望呢 能夠當一次啟動的時候 也順便跟著啟動的話 這樣更好 有沒有 如果你需要這種需求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當什麼 當這個工作簿 所以你可以切到Visual Basic裡面呢 它有一個預設物件 叫 This workbook 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這個檔案 這個工作簿 工作簿實際上就有這個檔 當它怎麼樣呢 所以如果說你要當它啟動的時候 所以點它兩項 上面有一個workbook 工作簿 被open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邊打一個 home 點show就好了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希望呢 當一次有打開這個檔案的時候呢 同時做什麼事 你可以把程式寫在home 這個 This workbook裡面的 workbook 底下open 這個事件裡面 它就會一打開就做了 那什麼時候可以知道 其實你可以把它儲存一下 然後呢 再把它關起來 我把它我應該是放在這邊吧 應該我的範例檔是 在這邊 這個檔要把它關起來 點兩下 開起來 有沒有 碰給show了 一打開就馬上有了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呢 這樣就沒有話講了 就是一打開就會 你不要亂輸入 反正你就照上面有輸入就好了 這樣的好處 我想可以減少很多麻煩 善用 如果你需要讓人家輸入資料的話 盡量可以設計看看 反正沒有多少東西 都多 多 那可是會有幾個地方 會有問題就是說 這字好像還是太小 所以裡面的字 你可以再把它的字型 去做變更 哪些地方呢 比如說在這個 這裡面 home裡面的這個 那如果你希望四個同時的話 你可以按Ctrl鍵 然後呢 可以一次 四個都設定它的字大小 大概18會不會太大 好像18 16 那再試一下 執行 取消一下 執行是執行 有不要點這邊一下 這樣剛剛好 OK 所以 第一步 home.show 兩個地方的show 就是 一個是 點擊什麼呢 點擊這邊 其中表單 一個是 當 this walk 被open 的時候 home.show 來畫面先 先把那個表單學會啟動 否則的話你做完之後 以後沒辦法給人家用 那當然就會很麻煩 所以第一個 做到 這裡 是 了 快點 下去 走 不要 有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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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